大家好 我現在開始 今天請我首先發佈我們的消息 中國中央政府 我們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也支持香港的警方依法 止暴治亂恢復秩序 當前在香港發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已經完全超出了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範疇 已經演化為極端的暴力行動 嚴重挑戰了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 嚴重威脅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也嚴重觸碰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如此嚴重的暴力違法罪行 如果發生在歐洲 相信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會做事不管 我們希望歐方能夠明辨是非 理解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止暴治亂 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繁榮穩定 首先我要說的是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 也是一貫的 我們希望中日雙方能夠按照2014年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的精神來行事 切實加強危機管控 共同維護東海局勢的穩定 ええ 感谢观看